对象亲手做的巧克力又有哪个女生能拒绝呢 这是上次做好的可可豆 把它放进保鲜袋里 用擀面杖先压碎一点 接着再放进盐波里继续研磨 直到慢慢的颜色开始变身 这是可可豆里面油脂出来的表现 放进破壁机里继续研磨 可可豆变得高状的时候就可以加入可可油 让可可豆充分的乳化 接下来是最后一步调温 调温很简单不要看到头就疼 先隔水加热到50度 放入冷水中降温到26度 再放到热水里升温到30度就可以了 那你们看看这巧克力有多丝滑 将巧克力刮平放进冰箱冷藏 纯黑巧就做好了 把巧克力掰碎 或者切碎都特别的有成就感 平时可以做个冰箱熔盐 奶油加热到边缘到小气泡 加入黑巧搅拌均匀 倒进模具里 或者简单做个冰棒脆皮 都非常的方便 特别的香浓丝滑 而且吃起来口感和口味都很高级 自己做的也更烦心 快 做给那里的人吃吧